在联合国召开气候峰会前夕 包括友邦吉里巴斯总统 马绍尔群岛总统 土瓦鲁外长与我方代表 特别在纽约举行环交国家 因应气候变迁联盟说明会 判透过结盟 呼吁各界重视气候变迁挑战 由于三友邦等环交国家 海拔仅数公尺 是遭受全球暖化 导致海平面急剧上升威胁的最前线 为此 罗亚克特别高声疾呼 这是人类本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该再拖延等待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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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吧